通关时只要轻轻一按 由晶片感应 个人资料立刻一览无遗 这本就是最新的晶片护照 跟目前的护照比一比 封面多了这个晶片logo 方便海关识别 那页个人资料 不但有不同颜色防卫条纹 仔细一看 右上角的光学薄膜 是最新防卫设计 这张小照片则是第二影像 作为二度辨识 左上方的蝴蝶图案 也是防卫功能之一 最令人好奇的晶片在哪里 就在最后一页左上方 外表看不出来 精密度相当高 民众有了晶片护照 赴欧美先进国家 还能加速通关 相当方便 对 就在这个页里面 它这边有一个图案 有写着这个 那民众上使用上 我想应该能够更快 更快速便利 将来都是这样子吧 现在都是用晶片的方式 不过在焕发新护照之前 原来的旧型护照 仍然可以继续使用 到效期届满为止 外交部更从明年元旦开始 成立紧急联络中心 提供旅外国人紧急救助服务 记者郭海张兆元 台北报道 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